Aww 准备 攻击 قéo 好 现在开始开始了 这是一场 战胜 18公斤级的超级明星战 这也是大家盼望已久的 洪芳是被称为中国队长的32岁的傅高峰 那么他的对手是被称为 神兮康的中国世界都获得过泰拳比赛的冠军 是25岁 两个人的这个技术特点也都是非常相似 特别的硬了 重拳重队 尤其傅高峰的技术特点都不用介绍了 大家比较熟悉了 蓝方张永康 张永康有特别介绍 张永康是第一次登上武林峰的擂台 而且是登上了这么重要的 我们这个滔铁盛宴 年度全球功夫盛典 就可见他应该是具备一定的实力 所以你看他的这个绰号 介绍 神兮康 他是属于泰拳系 是 打法硬了 对 所以 哇 傅高峰是这个散打系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也是快拳系对阵散打系的选手 好有底细 有密账 他的年龄要比傅高峰小七岁 是 还有一个特点呢 刚才我注意看 身高都一样 都一发一 但是他的臂展比傅高峰要长了十公分 是 所以身高臂展上是有优势的 对 因为他年轻了 他的臂展在这个级别应该也是具有这个巨大优势的 臂展达到了1米96 所以傅高峰要注意了 对 神兮康 是 所以傅高峰要注意对方的重拳 重拳同时要注意对方的这个 对 对 对 再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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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两人的换拳 敌锡 傅高峰一定要注意对方的吸法 嗯 傅高峰给人感觉 现在多少有一点点手势 对 有点手势 稍微有一点点被动 对 傅高峰 我们中国队长傅高峰 我觉得现在有点这种 高处不胜寒的感觉 是 因为他是从 2018年开始 打武林峰的比赛的 嗯 当成特别好 连续的三次拿到的 都是这个KO 因为之前他在散打 散打的成绩也非常好 他连续六次拿到 这个全国散打的冠军 是 对 所以就是很多人 就听说跟傅高峰打 就憋足了劲 因为觉得打的是高手吗 是名将嘛 所以我觉得他有点高处不胜寒的感觉 是 对 好 接着摔 再来 没有成功 这还裁判还警告了一下 是啊 提示了一下 接铁一呼 只允许一次发力了吧 对 他刚刚那个还是散打一六下 转式 再来 再来 对 好 这一场孙老师有没有感觉到这种 有点心跳会加速 因为不停的有逆转 对 刚开始这个神锡康对中国队长造成的压力还是挺大 对对对对 我觉得他一个是年轻啊 这个有专家在这儿啊 专家给点队啊 一个年轻他的臂展有长十公分 而且他的膝用的比较多 比较主动 对 那么傅高峰呢可能也得考虑到这个要打三局嘛 是 那么是不是开始体力要分配 体力要分配 因为他毕竟大了七岁嘛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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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方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 这个 嗯 张永康呢 他是二费一胜六负 对 其实成绩相当不错 非常不错 对 他从小练过武术 是 对 三把 后来改成泰拳 所以他可能更全面一点 对 比较全面 好 我们第二回合开始进攻了啊 压死压死 压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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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就像燕姐刚才说的 对方其实是更年轻更有充励 是抱着一种拼你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来比赛 就像我今天如果说 对 方便要发出这个邀请啊 谁来挑战我 肯定一帮年轻人 是啊 要来冲进你 对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输得很正常 是 但是如果一旦赢的话 他们可能就一下子 一战成名 是 所以我特别体会中俄队长的这种心情 他真的每一场比赛 我觉得对他来讲压力都巨大 是 哦呦 面部被激动一拳 被激动一拳 对 广告小心了 对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非常担心 傅高峰也是大家所担心的就是他的体能 体能 对 对 哈哈哈 因为今天这个小江真的就是他特别的有冲劲 对 呃特别冲击你的时候你的体能能不能能够 做好充分的分配 对 跟上 对 对 所以在分开的一瞬间傅高峰一定要把拳拿起来啊 对 对 对方会跟着一个扫腿 对 对方现在逼得很紧 对 就是不给你喘息这种空间 对 可能也 特别了解这个傅高峰 因为知道你体能可能会出现问题 对 我要比你更年轻一些 对 其实这场比赛对阵公布出来之后很多拳迷 对中国队长不高峰的担心也有一点重器能提到问题 对 今天我们在走的路上像鱼雷导演说 这场比赛是很有看透的 是 年轻 冲击 经验 丰富 这是一场也是巅峰对决 对 好 不要搂抱 有了一次的提示 按照规则的话 违规动作出现 第三次出现就会被扣掉一分 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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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哦 又反期了 哎呀哎呀 哎呀 教练还要求你联系 哎呦这个时候感觉傅豪冯的动作慢了 速度慢了 拳要拿起来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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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到拳脚了这个时候 这是第二回合 确实张永康逼得比较紧 逼得比较紧 那你没有办法 还有十秒 十秒的时间 推开 五段时间 变换 好 调回会结束 真有信心 他可能认非自己 已经占据了勇气 但这个其实还要 对 还要看 根据我们的评判的四个因素 逐条地往下去 去看如何去评判了 但是有这个信心很好 我觉得 总体感觉就是 他不给对方 刚才方便说 不给你喘息的机会 我就年轻气上 我连续进攻 消耗你的体能 让你没有还击之力 那么打到时间越长 打到最后第三局的时候 你的体能下降 可能这个技术上的环节 跟不上 漏洞就会多一些 OK 第二局 好 拿到 拿到 OK Champs out 有力 翻 好 现在回合 关键的一回合啊 队长在 一分钟的休息之后 看看体能恢复的怎么样 对 嗯 对方还是一如既往的向前 对 到 到 戒腿 戒腿一次 一次一扶 对 体力 接的以后一次 10 第四波你 翻 表面的戶 表面的戶换中手 頂溪丟掉重心了 翻 對方換架了 對 又換好了 是啊 這個頂溪上頭了 差一點點啊 佛高峰一定要注意對方的吸法 因為他的特點就是 他的綽號就能感受到他的吸很強 神奇康 是啊 教練要壓下去 教練要壓上去 可能教練也發現了 佛高峰體能出現問題了 但是這一回合我覺得這個隊長 隊長副高峰距離控制得很好 我不給你讓你壓進去 其實兩個人這個體能都有所下降 對我沒有想到 藍方張永康第三回合上來 也有體能的這個下降 這個跡象 這連續進攻的多 要注意啊 推 手拿高 找機會 對 郭高峰也是最後一波了 因為在這之前的 局勢應該說對他不是特別有利 好兩個都互相換權 中間 也有 他有40秒鐘 對還有一點點時間 这个时候就一定是这个 看谁的体能好 体能有支撑的话 可能你的动作效果 会更好一些 到这个时候 其实体能到了一个极限的时候 就是看这个命中率 命中率你怎么样去支撑它 就是这个每股受伤 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 两人的头刚才撞到一起了 好还有十秒 哇 孤高峰厉害啊 哇最后的十秒 看他们的起来 还没有多秒 还没有多秒 哦好像不行了 起来起来起来 起来起来 起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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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也不行了 哇 复高峰真是不容易 对 其实这种比赛 真的很难 我们见的太多了 各种项目 既希望老将能够续血辉煌 保持自己的运动青春 也希望年轻队员能够冲击成功 对 因为你这个体育比赛 经纪就是 以朗高过以朗 是的 我们现在老提 这个后浪 这种比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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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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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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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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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